每次OpenAIE出手呢 就是干掉一整个行业 这次也不例外 那干掉的是哪个行业呢 就是文本生成视频这个行业 那里面有哪些公司呢 就是我之前这支视频 曾经讲过的所有公司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现在的文本生成视频 时间的局限大概也就三四秒 推特上面已经有网友拿到了内测资格 那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从头开始 在Pika Runway和Stable Video都相继死去之后 Sora还顽强地把这个镜头移运到底 包括了人物走路的姿态 三维画面中防务的形态 还有运镜的方向和画面中的氛围 都完全吊达Pika Runway跟Stable Video 他们其实是用的同样的prompt Pika Runway Stable Video都拿到了不少融资 但是估计呢 在后面他们就只能再继续稍稍钱了 因为真正的大boss大魔王已经来了 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 完全卷死了整个行业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我觉得换一个提示词呢 就可以把这个繁花拍出来了 据说繁花拍摄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如果加入AI的话 可能三个月就能完成 只不过不知道王家卫大导演 愿不愿意用AI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感受一下他的prompt beautiful snowy Tokyo city is bustling the camera moves through the bustling city street following several peopl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nowy weather and shopping at nearby stores gorgeous sakura petals are flying through the wind along with snowflakes 我是刚刚追完繁花这部剧啊 真的超级推荐啊 我觉得拍出来的这种感觉 已经有王家卫的味道了 当然啦 就是还是不能跟真人拍出来的比 但在AI生成的视频 已经可以一架乱真了 眼见都不一定为时 所以大家记得点赞关注 开启小铃铛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OpenAI这次公布的 叫做Sora的research paper 但是它在它的网站上面 已经能够把一些demo给我们看了 就包括这些纸飞机 它说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视频编辑的 还有刚才给大家看的繁花 那它后面呢 其实还有很多啊 就比如说猛马像啊 这个像是太空战士 还有这个真的 我已经觉得完全看不出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如果你告诉我 这是世界某一个地方 我会相信 我觉得它不是AI生成的 这太恐怖了 我觉得迪士尼卡通 现在制作呢 也不用那么多人 也不用那么多时间了 用几个prompt就出来了 还有海底 这个一看就是假的了 但是感觉像是 纸做的这个珊瑚 还有纸做的鱼 是挺有创意的 这个感觉可以给 那个可口可乐做广告了 这个我真的是分不出来 到底是真是假 太厉害了 下面的这个 Historical footage of California during the gold rush 感觉完全还原了当年 淘金热的时候的加州 我现在已经彻底分不清楚 到底是真人的眼睛 还是AI做的眼睛了 这太真实了 我觉得下岗潮啊 就已经卷到了电影公司 跟视频公司 虽然它还没有 这个视频剪辑的能力 但是用文本生成视频的能力 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网上呢 还能找到Sora的 Video to Video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视频 然后呢 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它是 Make it have dinosaurs Change the settings to be a lush jungle Put the video in space with the rainbow road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文本生成视频 或者是视频生成视频的公司呢 这次都要被干趴下 当然它还没有正式公布哈 所以呢 我们也不知道测试的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看这个demo 实在是太厉害了 第二点 就是从我们这些看到的demo来讲哈 无论是从运镜 还有人物跟场景 在三维空间中 保持运动的这种推算呢 都是非常的精准 那简单来讲 就是只要你会写 你就能生成所有的场景 和所有的动作 以后拍电影 只需要有描述 就已经可以拍出来了 也许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真实的演员了 AI再发展下去的话呢 可能我们连什么昂贵的摄像机啊 或者是无人机啊 都不太需要了 未来一部小说生成一部电影 已经不是梦了 那OpenAI出一招 干掉一个行业 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那如果想要用AI赚钱的小伙伴呢 就一定要盯上OpenAI了 就是它未来锁定了哪个方向 你就千万不要去碰它了 那在本期笔记里面呢 我有列举了OpenAI已经威胁到的行业 包括翻译 新闻 音乐 芯片 就是在这边哈 奥特曼可能要为这一个计划 筹集五万亿到七万亿美元 那我觉得它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手中最先进的AI 说不定已经具备了可以设计芯片的能力 那还有就是AI代理 就是Agent 这个是OpenAI一直都在研究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方向的小伙伴可能也 就稍微缓一缓啊 不要冲太猛 还有会计 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这个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那当然还有图片生成 影片生成 教育 还有医生 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会被AI取代 就像PK跟Runway 还好 他们早早就把这个融资给融好了 所以也不怕继续烧 但是还没有融到资的小伙伴 真的要盯紧了 他们的research paper OpenAI正在酝酿的research paper 到底还有什么 那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的 就是它杀掉了哪些行业 还有未来可能杀掉其他的 更多的哪些行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以后要用纯纯的AI赚钱呢 有可能只是少数大公司的问题啊 并不是说每一个公司都能做大语言模型 每一个公司都能做AI的基础建设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研究探讨的方向啊 我们要研究探讨的方向就是 未来呢 AI是一定可以赚到钱的 但是纯AI不一定能赚到钱 你一定要结合行业 那这个行业我们要怎么选呢 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跟这种大公司竞争 也就是你要盯紧了 OpenAI往下走 还有哪些方向他们已经盯上了 还没有出来的 就千万别去碰 那怎么找呢 首先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搬出我们的老朋友 Google 搜一下OpenAI 再加上你的行业 看看这个行业 它是不是已经正在酝酿了 就好像我如果搜OpenAI Music 它其实已经有两个模型出来了 一个呢是唱歌的 一个呢是乐器的 所以这两方面呢 大家就不要考虑了 以OpenAI现在领先全球几年的 这个大语言模型 就AI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哈 它现在只是没有公布 它一旦公布的话 就是杀掉整个行业 真的说不定再过几个月啊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Suno啊 Stable Music啊 这些可能都在不久的将来 会被OpenAI干掉 包括人形机器人 就特斯拉有个人形机器人嘛 那OpenAI也有一个叫做OneX的 所以呢 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是特斯拉先公布 也许是OpenAI的OneX先公布 总之任何一家公司宣布 机器人出来的时候 包括Botson Dynamic和Google 都不要急 因为你看Gemina1.5出来的时候 就是跟Sora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 两边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正在卷AI视频嘛 我觉得哈 其实OpenAI 他们可能内部已经有了 只不过呢 他就看哪个东西的热度高 就在热度最高的时候 给他宣布一个 秒杀一切同行的模型出来 那还有什么行业呢 就是芯片行业了 前段时间他不是宣布吗 要众筹5万亿到7万亿 来搞这个AI芯片 所以呢 连英伟达 可能现在背上都开始冒冷汗了 我现在大概摸索到一条规律啊 就是说什么行业火 OpenAI就会公布一个AI模型 把这个行业全部打趴下 所以如果你的行业是赚钱的 一定要闷声发大财 不要让OpenAI知道 你行业是做什么的 那还有什么行业 是不会被AI代替的呢 就是跟人类最基本需求相关的哈 吃喝拉撒旅游 还有就是真人跟真人互动的 那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真人跟假人互动的 现在也一堆AI女友了 所以呢 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呢 都不好说 但是暂时来讲哈 比如说 AI不能代替你吃吧 AI不能代替你拉 AI也没办法代替你旅游 虽然你的前面的影像 可能是AI生成的 但是比如说海风吹过来 你没办法感受吧 就比如说我后面的沙巴 这边的温度湿度海风 这一定是要人类去感受的 你如果没有在这边的话 你是无法感受到 这边的天气有多好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 人与人的这种真诚 就比如说我去沙巴这边 随便一个水果摊买水果 然后那个马来大婶呢 就算他有一个叫 sour soap的水果 他说我不卖给你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水果没熟 你明天再来 于是呢 我们就好几天再连续回去 那个档口 在他的这个水果档呢 不断的消费 那人跟人的这种互相的温度 其实AI很难去取代 不能说是完全不可以 就算AI说了同一番话 我还是会觉得 这个真实的马来大婶 它是真心的 AI它可能就是一个程序 那为什么我们会 一直回去他那儿消费呢 除了有人情味之外 还有就是 他连这个 知道这个水果没有熟 他其实已经切开了两个啊 然后他一看没熟 他说我不卖给你 其实他浪费了两个 这个sour soap 叫做 中文在下面找哈 他根本不是为了钱 而去做这个事情 他是为了客人 能不能吃到新鲜好吃的水果 而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在他的店里面 我们绝对不会踩到雷 也的确从来没有买到过 不好吃的水果 那个水果都是特别有水果味 新鲜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还有人情味哈 我觉得还是AI非常难以取代的 那思路呢 就是这个思路哈 就是有人情味的东西 跟吃喝拉萨有关的 人类必须要有的 AI取代不了的 行业 那也就是我频道以后发展的路线 就是看看怎么样将AI应用到各个行业里面 而这个行业呢 只能求神拜佛 不要被OpenAI盯上 热度不要太大 那在最后也祝大家2024年 龙年大吉 顺风顺水 平平安安 其乐融融 那未来都能将AI应用到大家的各行各业中 效率翻十倍 赚钱也赚十倍 再次进行